大家好,我是老黄 我简单回答一位维吾尔族网友的来信 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 听说一般八个月左右拿到永居 两个月给临时居住证 三年左右就可以申请国籍了 正常情况下是这个流程吗 然后他说他是维吾尔族人 说句老实话,他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回答 我还是觉得他是维吾尔族人 我对维吾尔族人,我还是抱有巨大的同情心 因为他们在新疆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 我不知道你说的刚才那个正常程序是指哪个国家 在英国不是的 英国大致上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呢,我以前视频都说过 但是呢,因为我有几百个视频 估计你也看不到 如果你来英国申请政治避难 你如果打电话到移民局要求申请政治避难 或者你的律师替你打电话 然后呢,现在的情况是两个星期内 这个移民局会请翻译给你打电话 然后告诉你几月几号去报难民 时间递远 他还会给你的柱子来一封信 那么一般来说在一个月内你就去报掉了 报完了以后 也就第一次面谈了以后 那么你就要等第二次大面试 至少等六个月 甚至一年 甚至两年都有可能 那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等一年是最起码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运气好第二次大面试 那个移民局 如果问完了 直接批给你了 那一般来说要两年时间 那么他批给你呢 是给你五年居留 然后你拿到五年居留 生活了五年以后 然后你再申请永久居留 然后永久居留拿到了 再一年以后 你才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局 那么这么前前后后算起来 两年五年 一年永居 这样子多少年了 这就是八年过去了 也就是说八年以后 你才能申请加入英国局 但是这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如果你是在你黑下来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你进英国 你没有在合法期内去报奈民 而是黑下来了以后 再去报奈民 这样子呢 你申请加入英国局的时间 还要再拖长四年 所以时间是漫长的 你给我的这个正常程序 我不知道是哪里听说的 肯定和英国一点都挂不上边了 英国从来没那么方便过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趁这个还有几分钟时间 我再说一个问题 那最近呢 移民局呢 那个拒绝的 那个难民申请很多 在去年十二月份以前 批准的很多 而且都是移民局大面试完了以后 一下就批准的 我当时形容是像老母鸡下蛋一样 一个一个都批准 大部分批准 但是现在呢 有一半批不准 一半批准 比如说它收紧了 去年十二月那是因为英国首相 苏纳克他有一个承诺 他要把积压的案子呢 清理干净 所以呢 他们加快处理 有的客人甚至只问了四十多个问题 在大面试的时候 四十多个问题 六十多个问题 完了就批准了 以前都是要问两百多个问题 那现在呢 批准率比较低了 相对疫情前 它的批准率还是高的 我只是把它和去年十二月以前来对比 现在批准率下降了 收紧了 但是呢 相对以前 它批准率还是高的 那么你要是批不准 也可以上法庭 法庭的批准率 那应该是更高 到目前为止 上法庭输掉的案子 目前还没有 我们这里 大部分都能批准 但是呢 我不想忽悠你 我本身就不想忽悠你 你做 你申请政治庇护 你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所以说呢 在这之前你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自己靠自己 很多东西我们帮不上忙的 你要是自己会努力 你要是指望一点运气 那那几乎是 我怎么说呢 很多人呢 他自己不是太重视 当然我知道生存的压力 很难请假 有的时候搞活动了什么的 好 最近我就说一个情况 两个情况 一个呢 比如你参加政治运动 一般的法轮功成员 或者一般的这个 中国民主党的党员 如果你去参加这些活动 如果你参加的次数不多 很少 然后又没有担任什么 那个重要职务 所以现在他呢 都拒绝你 拒绝你 往往他有的理由就是说 你是基层党员 或者你是一个普通的 法轮功成员 你是一个小民吧 所以呢 当局不会注重你的 不会重视你的 你参加了这些活动呢 也当局呢 也不会注意到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理由 他会来拒绝你 还有一种理由 也是经常他们移民局用到 几乎凡是他拒绝的人 他都会说 你的这个故事呢 缺乏细节 也就是说说的不详细 所以呢 缺乏可信度 他拒绝你 那我这里就不详细说 怎么去判断这种事情 总之 移民局要拒绝你 他会用任何的理由 来拒绝你 因为这个里面没有量化 那么你说细节 你说的不够详细 我们有的党员 我们有的客人 他说的非常的详细 他自己写的那个证词啊 故事啊 非常的详细 结果呢 就被移民局东挑毛病 西挑毛病 挑出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他事后呢 就后悔 跟我说 哎呀 早知道 我这个不说 那个不说 我不要嫌那么详细 那么这不就行了吗 其实你用不着懊悔 他要拒绝你 他就是拒绝你 你写详细了 他能挑出更多的毛病 你写不详细 他就说你写的不详细 我刚才说了 我们有的党员 40多个问题就批准了 那个60多个问题就批准了 这个里面呢 很多东西呢 很难是说的太清楚 移民局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第一印象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总之你在交往 你在交朋友的时候 你对一个人的言谈举止 衣着 甚至他的 那个这个 各种行为 你都会产生一个第一印象 就像你去建功 老板 他对你 就这么聊几句 他有一个第一印象 很多人 其实是输在第一印象上面 但是这个事情我怎么解释 怎么说 所以呢 这个东西很难的说清楚 因为你不知道 移民官是男的女的老的少人 你不知道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极致 也就是说 破釜沉舟 不要认为 你自己能够走杀边球 又想 不冒太大的险 又想弄到身份 你怎么知道 你应该怎么掌握 你怎么平衡 你做不到 因为 你做到了 如果对方的移民官 是男的女的老的少人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做到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破釜沉舟 尽量的去做 尽量的为自己创造条件 拿到身份再说 不要害怕以后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给一个原则上的一个建议 具体的我就不便多说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